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然後 錄影這邊好像有一個支線 喔 是這個 老神醫的仙草 好 這個就是一個做藥的配方而已 然後 制藥鋪這邊 制藥鋪 欸 制藥鋪 欸 制藥鋪在哪裡啊 制藥鋪主車 這裡嗎 主車 他找一個叫彈劍龍的人 欸 嗯 好 找一下 嗯 沒有啊 要找一下嗎 好 你來這裡 嗯 嗯 龍虛堂 龍 銀絲堂 龍虛堂 好 大概就這樣 龍虛堂 龍虛堂 你為什麼沒有跟我說過沈娘是我師叔 如果不是那天 我根本不知道她會武功 你沈娘不願提起這樣過去 我已經沒打算跟你說 為什麼 她曾眼睜睜看著她最好的朋友被二人爐走 她卻無力阻止 心懷可救了她 在那之後淡出江湖 加入小西村 從此不問江湖事 如果不是我找到她 請她照顧你 她現在一定還過著平平淡淡相互教職的日子 她可求更強大的力量 為她亡死類人報仇 因此跟我師父 妳師父起了衝突 最後棒出師門 可是我沒想到她之後竟然加入了模擬甲 徒兒 你知道嗎 過去我卻倡以阿力三人青銅手術 離開師門後便一堂船盪江湖 在武林中闖下不曉名聲 可是我卻破壞了這一切 為什麼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麼多年了 我始終忘不了那一日 那天 我們在獄上 遇到名為王城的銀賊 光天化日之下 七五五名女 看不慣著我出手了解她的性命 但 在我出手前 卻嘗試勸我放著她 放著她 如此囂張的銀賊 怎麼會輕易放過 因為她能如此囂張 詮告她的潔派兄弟 龐厄這個魔頭 但我卻不聽 卻倡以的勸阻 直立將王城斬於劍下 因此 引起龐厄的報復 她當著審娘面 擄走卻倡以的愛侶 香額 卻倡以她獨自一人去揍香額 去防備龐厄制服羞辱 雖然我最後將龐厄斬於劍下 可是一切都太遲了 如果不是我 這一切就不會發生 香額不會死 卻倡就不會加入魔靈教 聖娘也不會 錯老頭啊 你要愧疚 還在心理之中 我能感受你的不是 不過若是太過愧疚 而身陷其中 就有一些小愛家子氣了 當然也只是 靈界是依你而起 可是 你真的錯了嗎 就算當惡放過王城 難道師父不會報復嗎 如果有多少女子受到王城西路 又會有多少人遭到旁厄的毒手 你真的認有這種事情發生 臭老頭 如果不是你這兩個惡人 不知道要肆虐多久 不知道會平添多少冤魂 所以無論如何 我一定也有這個師父我要 這些話 你在肚子醞釀排練多久 才說得出來的 之後你開始說 我就這樣開始想了 怎樣很有說服力嗎 有 哈哈 我量得很好 收得好徒弟啊 多了 自從你生日過後 你成長了許多 看來是時候 傳授本門最強心法給你了 恩 本門最強心法 對 我以我的內力指引你 技術是氣慢的運行路線 這就是本門最強心法 自行施主的最高節奏 蒼江爵 以江流爵會基礎變化而成 對於沒修習過江流爵的人來說 比入門心法還不如 那對於我們學過江流爵的人 可就不一樣 當江流爵修練是大神話 再練蒼江爵 不僅能使 內力更温厚 也會是招式威力更強 往後 怎麼信法就交由你發揚光大了 蒼江爵 這好像哪有看過 有了 這遇上派書房裡 找到那封信 把拿給師父看一下 這不拿會怎樣嗎 這不拿會怎樣嗎 原來是這樣 這不拿給他會怎樣嗎 對我 趕快小西村 將村民做出來才行 做到我們一起 然後 小西村 維基任務開始 我先充當 那我們快轉過去吧 老頭 側老頭 等我 他跑那麼快幹嘛 上床折死 我先快轉好了 怎麼還來啊 這有幾個人 我們腳 下子 今天算你的命不好碰上我們 說說看 你想怎麼個死法 像是剛剛那些人也留下 心許我還要多費一方手腳 解決你們三隻 幾隻三角貓 我只需要一起的時間 蛤 按錯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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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叫人 好 這就交給你了 我太多人了吧 那些人不過是那一暖暖城罷了 我可沒想過那麼人山的一個寒冒 想不到光年過去 你的武功不但沒落下 發到更加精進 真不愧是一大大俠 良人浩 我真想不到像你的死奈變得那麼無情 比你如此狠心草菅人命 阿里他他好歹是你的私密 你盡安 你懂什麼 你免得為我摸掉大野犧牲 這是他的榮幸 雀昌一 你難道絲毫不感到愧疚嗎 唉師兄 想不到這麼多年過去的 你依舊那麼幼稚 愧疚喔 那才是堕捨才有情緒 真正的強者 不需要這些 當年你武力師父判出師門 而會加入邪教 釋出作惡 如今你不練習之情語 殺害同門 今日 我就要替師父好好教訓你 將你徹底打醒 來看看這些年 你都做出了什麼 廢話好別多說 咱們手底下見真章 只有強者說的才是正理 老頭 臭小 這麼慢才來 果真是不成才的徒弟 是你 想不到你居然沒死 那你失望 一晚他老人家不但不肯收我 還要我回陽間 慘間除恩呢 這所謂師父有事 弟子浮其勞 師叔就交給我來吧 還行你在旁邊 親切雜魚 看我表演就好 好吧 既然你就主動請 那就交給你 我樂的清閒 我說師叔 我替我師父上 你應該不反對吧 哼 哪怕你們師父倆一起上 我卻蒼蠅有何味覺 親自你們倆師父倆 一個都跑不了 就讓我送你們一同下地獄 環圈路上 彼此有個板 守死吧 我的小巷快沒了 喔 第三個還是破防 放暗器 太大隱形了 可破這一機吧 限制一下 多少機 哼 哼 流蟲小技 哼 流蟲小技 流蟲小技 喔一直省血 喔靠 彈彈彈 流蟲小技 讓我見識一下 會有多少精靈 讓我見識一下 讓我來試試 你的能耐 流蟲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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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血 流蟲小技 流蟲小技 讓我見識一下 有多少精靈 每一招 舞蟲小技 開這一招 開這一招嗎 開這一招嗎 把這一機嗎 對 太大薏了 他這一招 很痛 一次一道玩的 痛哦 暈暈的打 要不要戳到我就直接昏了 好機會 這難打 你趕緊去看看其他村民是否安然無恙 怎麼可能得到教主支點的我 怎麼會敗在你的小鬼手裡 雀超音 師弟 你還沒有清醒嗎 你在摸一家所作所為 不就和當年的旁客一模一樣嗎 不 不一樣 我做的這一切 都是創立更美好的未來 所有的犧牲 都是值得的 哈哈 難道你忘了 師父當年的教誨嗎 當年師父陳說 席谷是越南守護 而非破壞或搶奪 師父傳說武功給我們 是為了讓我們有能力去守護我們真事的一切 而非承勇鬥狠 追逐名利 欺壓落小 卓昌 你非得再執迷我不會下去嗎 有能力去守護我 我還需要守護什麼 那師老頭總是說會他做一套 滿嘴狗屁道理 當年要不讓他藏一手 我怎麼會眼睜睜看著相思在我面前 卓昌 你怎麼能這樣批評師父 你還記得我們曾扣到師父 滿足我們寫的新的心法嗎 我怎麼可能忘 當年相和死後 我求師父傳授給我 然我卻為了相和報仇 但那老頭 就偏偏用還沒完成的理由 躺賽我 什麼沒完成 是一切都是藉口 那心法擺明的是為他心愛的徒弟所創的 至於他最心愛的徒弟是誰 我想你應該知道吧 梁仁浩 他總是把最好的一切給你 一切都怪他 都怪他偏心 若是他真心歹我 將真本事傳授給我 那你 我也不會無人為力 你會相和報仇的能力也沒有 你說到底是誰的錯 這一切是誰的錯 唉 你錯了 你看看這是什麼 長江爵 這就是師父當你瞞著我們手上的心法 師父會舉這個名字 是因為這心法是為你量身打造的 不可能 你猜看看這封信 這信是師父的遺書 這 什麼 不可能 不用著 讓他走吧 可是 不用再說了 讓他在殖命不悟 那次我將不念同本之情 為無靈走害 現在最重要的是主流魔力教的一謀 小果子與小獅子我過著 你快去吧 好 危機解除 好 這是 這樣算是好結局吧 啊 兩人號呢 兩人號你在哪裡 咦 他的友好 友好度 一百嗎 還沒 進去他的房間看 嗯在這裡 好可以找幫忙耶 勉強 勉強 東超酒 嗯 我身上沒什麼酒啊 有雪花酒 雪花酒沒拿到啊 身上有雪花酒嗎 我應該都買啊 咦 沒有嗎 就胡桃酒 好嗎 先把他帶著走 先把他帶著走 好 church 好 好啦那這集 先到這邊好了 那希望你們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圖片 按喜歡訂閱 又會小鈴鐺按摟喔 記得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 你就要收到通知喔 謝謝大家最主持收看 掰掰 那我們來送師傅酒阿 雪花酒 最久曾得到兩大小的賞事 應該只是一個道具而已 材料吧 白虎牙 好 謝謝大家